一曲唱腔优美的山东滋伯地方戏《五音戏》在台北唱响 9月21号 包括五音戏在内的一系列山东滋伯具有代表性的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台湾 多位非裔传承人及民间艺术家 将琉璃 鱼点诱 葫芦画 骑士剪纸 姿燕等非裔展品 带至现场与台北市民交流 展台前 骑士剪纸记忆传承人齐元花 一把剪刀在纸上轻舞 红色手工纸在她的手中被赋予生命 精巧的剪纸记忆甚至吸引台湾民众现场学习起来 齐元花介绍 她此次带来了十二生肖 牛郎织女 京剧莲谱等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剪纸作品 展示给台湾民众 并为此次活动特意花三天时间 制作出了一幅长达三米的 两岸一家心共筑中国梦剪纸作品 我是怎么构思的呢 就是以大陆的剪纸 最传统的 以团花形式展现的 是每一个字被六条金鱼 还有水波纹围绕的 还有铜钱 因为水和鱼是不可分割的 就像我们是家人 我感觉虽然它简单 但是它表达了我的心意 所以我就以这个题材来表现 主席山东的台北市民刘欢 特意来到现场观展 他说 山东老乡办的展览 一年比一年丰富 希望两岸交流的活动越多越好 我们自己山东老乡办的活动 我是非常的向往 因为小时候 很小就来台湾嘛 也没有机会参与到这种文化的工作 去年我也参加过一次 是在信义路的那个信义社区办的 今年我一看越办越成功 内容越来越丰富 实在是让我感觉到 这是看了心里非常的激动 我是说希望我们两岸 这种活动办得越多越好 让我们台湾地区的这些 那个所有的人了解一下 中国的起源 中国的文化怎么来的 借重这一次的非遗产 那个传承下来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 过去的历史文化 以及未来我们的发展 这样我想对大家都有帮助 对于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 台湾艺术学会理事长张克奇坦言 台湾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疏远 希望能通过两岸交流 让大家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那年轻人越来越对这个文化的东西 疏远了陌生了 所以这点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希望能借由两岸的交流 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年轻人 给社会 让大家能够了解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的精彩的一面 文化是日积月累 能够影响全世界上的人 所以我想说两岸的推展 应该是很重要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